你还没听说话 我看了一条 宝怡同学 你的脚怎么样了 好点了 已经好多了 没事 今天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过演出倒是挺成功的 那个是吴大帅的独生女儿 脾气大着呢 一言不合就拔枪 盛帅可千万别招惹她 不过 她身边那个女儿 看上去贤淑雅静 可谓少帅良配 我饿了 过去吃点东西 装什么装 怎么了 你们认识啊 赵爷们 他爹跟我爹是死对头 他跟我哥也是冤家 这么算来 他跟我们家 也算是侍仇 侍仇 他为什么叫赵阎王 对啊 看他那个样子就很凶 哥几个 照顾好自己啊 请 我去去就来 帮我把唱片拿出来 一会儿放音乐 我刚才看他说话的样子 还挺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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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叶小姐 我可否请你跳第一支舞呢 不好意思 舍妹不会跳舞 是吗 可是刚刚在舞台上 朱莉叶小姐 明明跳得舞姿动人 怎么 我不是罗密欧 就不能陪我跳一支舞吗 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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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同学 我们也去跳舞好不好 你的脚受伤了 还是不要跳了 赵先生似乎对我很好奇 因为我总觉得 我们在哪里见过 你看起来很面瘦 这个赵正男 最是心狠手辣的主 你可得让玉蓉小心一点他 他们这群公子哥 换起来可是各顶各地出圈 一旦上了他们的道 这辈子可就毁了 我们这么有缘分 我还不知道小姐的尊慧 我叫金玉蓉 我打听过了 您说的这位姑娘 恐怕是普筹贝勒家的哥哥 尊慧玉蓉 玉蓉 她原来叫玉蓉啊 这名字可真好听 赵叔 我这就写封信 您下次去京城的时候 一定要帮我带给她 如果她知道我知道她叫玉蓉 一定很惊喜 你放开我 你把我弄疼了 赵先生 你放开 赵先生 请您自重 我们走吧 我落花了 我把她的对手 我带给她 你走 我来 我找她 爹 我走了 谢谢大家